老師,你們好 董事長 素援,你好 剛才我聽見 我應該說部長 剛才我聽見你在回答的時候 我是越聽越生氣 你們從頭到尾就一直騙 你們之前 一直硬拗 說你們 這個是一個延續性的計畫 從去年到現在 你們才說這個是新興的計劃 對不對 我講的有沒有錯 那個包委員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把整個思考的過程 本來我們認為是個延續性的計劃 但是因為各位有意見 就算以這個 本來叫延續性計劃 那因為我們有意見 所以你更改的計劃 那還是新計劃 不是不是 我們用最嚴格的解釋 就照著大家的 這什麼叫最嚴格的解釋 本來項目名稱就不一樣 不要再硬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剛才回答委員說 我們委員有說 如果今天不讓你通過 你們怎麼辦 你怎麼回答 你說拜託委員讓我們過 下一次 我們會用更嚴謹的態度 來遵循這預算法 你等一下是不是這樣說 是因為這一次還是合覆法律的規定 我要講的是 今天你們根本的行政程序 都沒有辦法去符合法律的程序 今天我就不相信 有任何一個委員敢來支持你們說 讓你們通過 我也要看一個委員有這個材料 有這個本書 你們現在 經濟部也好 台電也好 你把我們立法委員動作啥 耳不充 言不明嗎 你動作你們反應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嗎 你們還好意思跟我們說 拜託委員你今天去讓我們過 後面我們最審慎的態度 來面對預算的問題 講一句看半天 你們什麼時候尊重過我們立法院 我們一直那個報名 你從剛才你們就一直講 你們說這是怎麼樣 從符合這預算法的88條 對不對 對 88條裡面寫得很清楚 我也不再追序 你們現在是所謂的小規模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一句話 那個 省記 省記 省記處 是不是 來 省記 省記 來 副省記長 你們先旁邊站一下 不好意思啊 部長 你們有寫得很清楚 小規模 你們一直講小規模 小規模是屬於正常業務嗎 那如果是正常業務 為什麼要去分小規模 難道還有大規模 還有中規模 還有小規模 還有0.0級的規模嗎 那為什麼 你們既然是正常業務 為什麼又要強調是小規模 你們在文字裡面 你們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還是你們故意做文章 所以 我想請問一下 我不知道這樣解釋 還是你們要說 省記 省記單位要說 這是應該由 主辦單位來 來解釋這個問題 所謂的正常業務 什麼叫正常業務 預算的解釋 是不是請主席總次 可是我們審計不行 好來 主席來 主席沒關係來 審計請回 主席來 大家請完以後休息5分鐘 來 請說 經濟部長 董事長一直講說 這是小規模的 小規模的 那預算法裡面 規定的是說 有如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故 或正常業務 那小規模屬於正常業務嗎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小規模 正常業務可以用小規模來處理嗎 我是覺得很納悶 請說 這個恐怕還是要進去 或台電公司來說明 是符合經營環境重大變遷 好 那你也請回 好 部長 那個報委員 他這個我唸給您聽一下 他88條是說 如因市場狀況的重大變遷 或業務之實際需要 或業務之實際需要 這都您說的啦 對 阿法律這樣下啦 部長 8月底你們才送預算 這堂委員說過了 你們8月19號 行政院就合定 所謂的合定 預算就還沒有送來 您說您把我們尊重 您當時都說尊重 尊重不是只有嘴巴 是要放在心上啦 阿我們在這裡 也不是只要你們尊重而已啦 有尊重沒有尊重 都基礎 我們要的是實際啦 我們在替人民把關 我們有監督的權利 你現在把我們立法院動作孝的 把我們立法院動作空的 大家都不要議的 不要停輸的 你們今天你們就要強度關山 還好意思來拜託委員 委員你們今天讓我們過 下一次 我們會好好的 用嚴謹的態度來辦 我聽了我心肝多聽了 你知道嗎 這次已經很嚴謹了啦 什麼叫嚴謹 嚴謹人家挑動了這麼多的毛病 還有來 如果你說不嚴謹 今天 在預算書 今天在你們的公告招標裡面 公告招標裡面 應該還有其他附加說明 這一次的調整 等要等立法院 通過104年度的預算後 再依預算通過之總額調整付費 即所謂的辦理議價來做簽約作業 你們都不嚇到 剛才有委員指出來 你們的招標文件裡面不夠嚴謹 裡面還有很多問題 最簡單的 我們如果不要通過咧 你們要衍生自己的問題嗎 然後你們再來 拜託國民黨執政的委員嗎 然後請他們來護行過關嗎 我跟你說啦 我不相信有百的委員敢來給你們護行啦 這麼樣的一個重大事件 你們要招標的104年度 要加127年 24個年度的預算喔 24年 為孩子出事跟大俠畢業 大俠畢業 甚至要再畢業兩年了 24年 我們今天站在這邊這麼樣的大聲疾呼 不外乎是什麼 如果是違法的標案 我們真的是希望你立即要撤下 勇於認錯 勇敢面對 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嗎 我們可以好好的研究嘛 市政府委員說的 可以大家來詳細的討論 不管你要辦公聽話 不管你要怎麼用什麼回憶今年 甚至你以勝出上來 一百空四年度的預算還沒勝出 你如果知道我一定要給你們過 蛤 那個報委員 對不對 我想程序上 當然我也 程序上如果不合法就是違反程序 就是不可能給你們過啦 我尊重您剛才的那個說法 但是我們按照 我們也是按照這個程序在進行 你們按照程序進行 對嘛 你們都說你們按照程序進行 你不是說尊重我們立法院 你還沒有跟我們說過 這麼大的一個案 一邊表出來要表二十四年 餒 從小孩開始生出來開始學吃冷 要跟台下筆壓 原來你們可以現在決定這個 又這麼草率 神祭盡又好意思 拜託說我們給你們過 你們這樣說的 你們都合服預算 我們所有委員在說的 對一個贊成你們的說法 不要分動牌 哪一個人站在你們的角度上 說你們對 說你們做得好 沒有錯你們來 我預算讓你們過 你們現在是在跟我們裝校圍呢 我們今天讓你們過 我們家裡要怎麼對民隊 台灣所有的八生 哪怕是部分區的委員 誰敢站在這邊一個仗義直言說 經濟部隊 台電隊沒有錯 比較重看 來 看待一下 如果都沒有人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我們是無理的嗎 我們是要花錢去走的嗎 我們真的沒有一點常識嗎 沒有常識也有知識吧 部長 剛才講過的 你們到底在急什麼 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還是有說不出來的理由 我們真的是質疑 創建簡單的一句話 真的要懸崖熱馬 這麼樣的一個重大事件 我最先今天絕對沒有可能人給你們過 但是你們不敢站在這裡說 真的 我們今天這一陣發包的程序有瑕疵 你們如果公告出來了 現在又臨時又跟你公告 公告更正 又變成四月 當時才要公告截止招標 才要再核定 為什麼你們又要拉下來 為什麼要重新公告 就是因為有人跟你說裡面的程序有問題 甚至於招標裡面不夠嚴謹 但是你們還不知道認錯 部長 我告訴我對不對 這邊的更正 這邊的更正就是因為有很多 就是說有一些委員的意見嘛 說這個 這個 提煉出來的誘根部啊 要留在法國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寫得更清楚 你講到這個 如果是誘根部 你們要找買主嘛 萬人啊找不到10年後啦 找不到你們還要另外支付費用啦 不 將來就是這個處理商的問題啦 我告訴你 將來就是處理商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都你們想的啦 後續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且 未來的預算變成一個無敵洞 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雨中心腸 只是要跟部長你說 今天這個招標的程序 你們只是站在立場上說你們合服 所謂的行政程序 你們說的行政院合定 就能凌駕了我們所謂的立法院 今天你們認為說行政院合定了 你們就可以先斬後座 你們所說的 引用的預算法裡面的88條裡面 你們講的 沒有辦法去說服任何一個委員 完全沒有 沒有一點說詞 你可以把這裡所有的立法委員 你說啊 委員我這真的沒問題 我站在立場打扮你 你今天如果你們講的是對的 你們講的是符合程序的 我們今天趕在這邊大小聲嗎 我叫大小聲 我怎麼是起心路名呢 你也叫我怎麼大聲嗎 對不對 但是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這是為了我們後代驚孫的問題 我們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去謹言盛行 而且還要好好的去規劃 如果沒有經過充分的溝通 和了解的話 貿然的行事 只會引起更大的風波 我也跟你在一處保證啦 我不想怕你們強度關山 一百空四年 你們的醫生 我怎麼有招待給你們過的啦 我們只要是站在對的 我們都不怕跟你們抗爭啦 那你們用什麼理由來跟我們說 部長 最後一句話 一次發報到民國一百二十七年的 用過核子燃料 再處理標案 應該要立即撤下 最後一次語眾欣賞的跟你講 真的要撤下 不要讓我們說 到時候讓我們在這裡 把你關機叫你撤下來 勇於承擔面對 在這裡說 不是什麼漏開的事情了啦 對不對 好 謝謝 黨邊要來給他 大黨邊來 麻煩了 有點過分 我啦 很逢 讓我們開始wife